自2020年初以来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持续 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 LSCM 凭着多年研发物流及供应链相关技术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协助香港特区政府推行防疫措施 包括2021年初进行的疫苗接种计划 由于采购疫苗不容易 每支疫苗都非常珍贵 因此怎样有效运送和保存疫苗是非常关键的 今次我们就利用了 之前和香港海关合作研发跨境一所计划的电子锁系统 也就是E-LOG 开发了一套电子锁实时追踪及监察疫苗运送系统 而该系统也是首次在建筑物高度密集的区域使用 同时配合了我们最新研发的 实时疫苗库存管理及现场控制系统 这样特区政府就能够透过指挥中心 掌握整个疫苗库存 运送和接种的安排 我们同时要多谢政府各部门 包括公务员事务局 食物及卫生局 卫生署 医院管理局 及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等等 的协调和合作 使得整个疫苗运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LSCM应用科技配合特区政府的防疫工作 支援新冠疫苗在本港安全派送非常有意义 香港海关全力协助LSCM研究 分享跨境一所计划的技术和管理模式 并就整个应用运作提供专业意见 我们不单止分享了实时监控平台的技术 等LSCM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 建立监控疫苗运送的电子系统 同时我们亦都协助培训人员 分享运作经验和心得 以及积极参与模拟演练 务求疫苗运送过程顺利 物流中心每天都会根据市民预约 接种疫苗的数量 安排运送疫苗到接种中心 司机上货之后 会将货车上面的电子锁安全锁上 并掃描有关设备 然后出发到接种中心 系统即时透过物联网 及全球定位系统技术 进行实时追踪和监察 当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 例如电子锁被蓄意破坏 警报就会显示在平台上面 以便工作人员作出即时跟进 司机到达接种中心之后 会透过手持装置将电子锁解封 而追踪信息也会记录在平台上面 接种中心药剂部职员 会掃描司机证件 同意收到疫苗的条码 以记录疫苗顺利运送 有关日期、时间、疫苗数量 和工作人员资料也会记录在系统里面 由于复必泰疫苗 需要在特定时间内使用 因此 LSCM研发的 实时疫苗库存管理 及现场控制系统 就发挥了作用 疫苗由冷藏储存 分发至使用的过程 都需要严格管理 系统应用了物联网 云端运算 数据分析等技术 可以清晰显示 每间接种中心 当日预约的人数 和实际到场接种疫苗的人数 并即时计算出 疫苗的预期使用量 等疫苗接种中心职员 决定开针数量 避免浪费 另外,系统也会记录 每一支疫苗的详细资料 包括解冻日期 有效日期及时间 稀释后疫苗 传送至疫苗接种房间的资料 以便日后追踪疫苗的足迹 期间,如果发生异常事件 系统也会发出警示 系统也会详细显示 疫苗的储存量 报废情况 接种疫苗人士统计数据等 以便中央控制中心 作出即时评估和决定 创新科技 已经成为我们 应对疫情的重要元素 LSCM将会继续利用科研方面的 专长和经验 协助政府推行各项措施 促进智慧城市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